女人把不明物滴进儿媳杯子里 好在一切被保姆看见 为了解救女人 保姆故意把水泼向艾米 趁着他们清理的时候 保姆迅速调换了两人的杯子 可艾米太狡猾 她识破了保姆的计划 于是故意扔掉手机 趁女人去捡手机时 调换了杯子 眼看艾米的计划就要得逞 保姆装作晕倒 女人连忙去找人求助 艾米趁机警告了保姆 原来她认为女人是为了 她儿子约翰的情 保姆想为女人说话 却被艾米扇了一巴掌 并解雇了她 就在保姆准备离开时 又看见艾米在食物里下药 于是保姆带着约翰 想要接受艾米 可艾米偷偷把珠宝 放进了保姆口袋 污蔑说保姆是小偷 保姆想要解释 但证据就在眼前 于是保姆被打了出去 可这时屋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 他们赶来一看 发现约翰中毒倒在了地上 情急之下 艾米不小心说出了想 不害女人的真相 然而下一秒 约翰突然醒来 原来这他演的一出戏 女人冲进十一间 向男人求救 还没等大卫反应过来 女人就钻进了他的怀里 就在大卫一脸猛时 帘子再次被拉开 虽然大卫还没搞清楚状况 但他还是帮女人支走的男人 他带着女人走出去 可这异常行为 引起变缘的注意 于是他放下女人 让他快跑 然而女人刚跑到门口 就遇上了男人 大卫眼睁睁看着女人被抓走了 女人被带到了婚纱店 就在他绝望之际 大卫突然出现 他向女人伸出手 要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与此同时 外面的男人 察觉到异常 他冲进十一间 然而里面空无一人 恰好这时 想起闭电通知 男人只好先离开 再次逃脱的两人 激动不移 拿起香槟开始亲密 度过了难忘的一晚 然而第二天醒来后 男人又出现在眼前 他想带走女人 可大卫却阻止了他 就在他想对两次动手时 店长赶过来 一脚踢倒了来 让他们顺利逃脱 女人一推开门 就受到陌生男人的骚扰 而恰巧丈夫约翰回来了 朱莉表示 她并不认识这个人 然而男人却拿出 朱莉在社交平台的征友艇 在一旁观察了许久的 女邻居艾米突然走出来 表示多次看到朱莉带男人回家 这番话彻底惹怒了约翰 并将朱莉赶了出去 在他们走后 艾米支付了男人报仇 原来这是他的阴谋 第二天 朱莉来安慰约翰 而约翰此时 正为晚上的应酬烦恼 看见美丽的艾米 便邀请她 做当自己的女伴 她以为成功抵替了朱莉的位置 殊不知 她已掉入男人的陷阱 约翰的老板 一见到艾米 就开始骚扰她 而约翰不仅不阻止 还让艾米跳舞 讨好老板 艾米顺从地扭动身体 这对她来说就是屈辱 最终女人忍无可忍 说出了陷害朱莉的真相 这时朱莉突然走出来 原来他们早就知道 艾米的计划 他们将错就错 就是为了拿到证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